前几天呢 我的问界小伙伴 让我去试驾M9 我问他在哪 他说在丽江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丽江这个地方 和问界M9 简直太配了 第一 美 来到丽江 必须来到我身后的 玉龙雪山 它纯净无瑕 巍峨壮丽 还有就是日照金山的 光影美雪 你看这M9 是不是也挺类似的 简洁又有质感 大气中 不忘细节的雕琢 重点是 问界M9 在不同的光线下 会有不一样的美感 所以说 你在玉龙雪山脚下 开着这台车 你会觉得一切都很对 第二 试骗你们知道吗 丽江是唯一拥有 三项世界遗产的地基石 有文化又有内涵 而问界M9也是这样 图灵平台 空旋加上CDC 跑起来就完全是 豪华车那种 触变不惊的步调 而且呢 ADS3.0高阶支架 从车位到车位 一见抵达 以前呢 豪华车的内涵 讲究的是用料质感 而现在智能化 也是豪华的一部分 现在呢 我们到了珍珠湖 适配的第三点 海纳百川的精神 丽江呢 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 而这一次呢 我们试驾的就是 全新的问界M9 五座版 不仅呢 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面 而且呢 整个二排和后备箱 都是重新设计 你们看这个老板座 靠背还可以这么烫 后备箱标配双滑轨 线位器等多种配件 还可以选装 托盘和懒静坐席 多有仪式感 怎么样 问界M9 是不是和丽江很搭 而且呢 情绪价值绝对拉满 大家也不妨猜一下 五座版的问界M9 会卖多少钱呢 99%的司机 都不想进的商场 首先呢 你得进入一个 九曲十八弯的隧道 下去之后呢 你还得面对 宽度仅为二米二的车位 这对于我们女司机来说 真的是太不友好了 而豆豆呢 今天就要开着这辆 车长五米二三 车宽两米的问界M9 去挑战 抑郁极难度的停车场 为了增加难度呢 咱们今天不仅要安全地 把车停好 而且呢 我们要开启 它的智能泊车功能 看看它如何停进去 极窄的车位 别看这台M9 真的很大 但是呢 它指向性非常的美好 开起来非常的轻便 你看 在遇到这种窄路的时候 它的360 就非常的好用 而且显示很直观 无论是轮边的距离 还是像我们在这种大转弯的时候 它都能够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 让所有的距离都变得可视化 别看它的车身非常大 但是它的猫头 应转向增强技术 可以做到五米八的转弯半径 走这种连续弯路都很轻松 一般情况下 像这么大的一台车 转弯半径都得做到六米 发现没 我们已经转了这么久 你是不是一点眩晕感都没有 因为图灵智能比判 可以做到每秒百次的悬挂 动态调节 可以有效的抑制 车身的前倾 以及它的抚养 不仅呢 可以抗点头 还可以放抬头 久坐久开 也不会有眩晕感 也不易晕车 好 我们现在开始停车了 开始驳入 开始回车 你感觉安全 它好快啊 我天哪 全车27个感知设备 配合它的GUD网络 能识别99.9%的异形物体 再配合上华为的 AI大模型场景库 它见过的障碍物 比你认识的路标还多 不好意思 加上呢 它后方的AED的保护 你大胆放心的停就行了 OK 非常的简单 你看它停的 真的是又快又好又标准 最关键的是 我觉得它停的非常的智能 因为其实我们右边的车呢 它停的不算很标准 这个时候 我们右边的距离就比较近了 但是它给我留下了足够的 主驾下车的距离 还有就是 它自己刚才停车的速度 真的是挺快的 不得不说 它非常的自信 比较保守的宝宝呢 直接把这个驳车速度 从较快 适中 调成较慢就好了 很人性化嘛 我们女孩子经常会有个犯傻的时候 就是逛完节出来之后 费自己车找不到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问界APP上 还有这个功能 闪灯 以及鸣笛 帮你迅速找到你的爱车 这次问界M9挑战 地域几个停车场 轻松达成 真的没想到 这么大的一台SUV 可以这么轻松的驳车 而且呢 它底盘调调优秀 转向灵敏 转弯慢进也很小 这种智能驳车 不在话下 很难让我们女司机 不爱啊 网友让我完成一个 不可能挑战 这种兵之 一日游合肥 打卡合肥 网红地 在我这里没有不可能 开整 首先呢 那我们要整一台 既能够走街串向 又能带来满满活力的车车 就它了 今天我们开的这台呢 是别克全新的 紧凑级SUV 昂克拉Plus 内饰的整体氛围感呢 是我没有想到的 首先呢 是用料上很讲究 用了大面积的软质包裹 触感柔软 还有钢琴烤青面板 和法式双缝线的设计 再加上这个同级少有的 一体式双10.25英寸 超感高清 互联屏 这科技感啊 一下子就提升了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启程 第一站 你好别克 导航到河柴1972 准备出发 据说呢 这是一个由监狱改造的文创园 也是现在很多合肥人打卡的地方 里面呢 不仅有很多斑驳的红砖瓦墙 还有现代化的文创馆和咖啡馆 很值得一逛 唯一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这里啊 不好停车 不过呢 好在奥克拉Plus足够灵活好开 对于我这种女司机来说 停车也不再是难事 下一站 拐河路步行街 人太多了 烤鱿鱼吃了 不能卷膜吃了 天包也吃了 一逛街呢 就忍不住要消费 不过呢 还好有我们的昂克拉Plus 看这个后备箱呢 空间完全够用 而且呢 还是一个双层的储物设计 加上这个电动尾门 放东西下 很方便 说到这里呢 就不得不说一下 昂克拉Plus的后排空间了 我是一个165身高的女生 看这个头部 还有腿部 宽阔的空间 不仅呢 地台是纯平的 而且呢 从我乘坐体验来说 这后面啊 即便是坐满三个人 也不会感到急促 好了 我们这次挑战 还有最后一个打卡地 赶紧出发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呢 昂克拉Plus的动态表现 也挺让我惊喜的 由1.5T四缸发动机 和刚链式CVT变速箱组成的 双十加黄金动力组合 动力充沛 输出呢 也非常的平顺 同时呢 它的静密性 NVH做的也非常的好 我们今天呢 在城区穿梭啊 也基本上听不到 来自车外的噪音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最后目的地合肥天鹅湖 顺便呢 打卡湖边的合肥大剧院 湖边的昂克拉Plus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展翼的前脸设计 配合修长的LED大灯 还有这蓄势待发的形面设计 又动感又活力 那我们就来几张 动感大片吧 今天呢 真的要感谢这台昂克拉Plus 不仅呢 走街串向非常的在行 而且呢 让我更顺利 更快的完成挑战 这台车呢 对于上下班通勤 接送小孩 平时周末啊 再来个郊游 入营的家庭来说 非常的合适 而且呢 现在这台车 还有1000元定金 可膨胀 1万元 购车抵用券的政策 算下来啊 这顶配的价格 已经不到13万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要抓紧了 看到实车我都要疯了 这变化也太大了 整个豪华感 青春上了好几度 到底是啥车 咱一会说 就这座椅可不普通 怎么不普通啊 人家是3D浮感 书响座椅 别走那些学名 具体哪里不一样了 它不仅采用了 通风加热按摩这些功能 关键啊 还采用了38道工艺的 摩力打孔针皮 耳一头枕呢 可以调节 我们躺着感受一下 轻肤耐磨 透气精致 别说你了 一耳朵觉得很舒适 不夸张的说 这个座椅座垫 靠位舒适棉的厚度 分别达到了20和15厚 这个座椅啊 你看着确实比较厚 但是呢 它的透气性也非常好 冬天呢 迅速升温 夏天呢 迅速降温 主打一个 总理所需 六层结构 700瓦夹日 西风式通风 座椅呢 还能直接语音唤醒 在这台车上 你就舒舒服服的 做个懒人吧 重点来了 功能这么齐全的座椅 它不搞区别对待 这样奢华全功能座椅 一共配备四把给你 知道叫啥吗 叫啥 四大天王座椅啊 这豪华车的活都给它干了 你说它讨不讨厌 啥意思啊 同级别就它有 悬浮中控 飘着的 N8手是炫酷回旋标 取命名配置 顺手的怀挡 氛围灯 咔咔一顿给你 这还有个25T版本 你也给我介绍介绍 这你可问对人了 新军月25T版本 市场指导价 17.99万 而且啊 这8月17号都开始交付了 那5月公布的那个配置 有啥不同啊 必须有 而且加量不加价 外后视镜 电动折叠 配线辅助 感应与关 121次氛围灯 前排无钥匙进入 还有全车玻璃 一键升降 都不用选配 都不用 现在呢 现实优惠1万5 轴付50% 还能享受12期 零息免息 另外还有6000元的 置换补贴 你别犹豫了 人高一桩马靠安 开它怎样都不简单